第八十二章 入魔七 忽然间老僧两缕极长的白色眉毛无缝而飘 不是飘然若鲜 而是莫名的暴躁起来 眼神暴力 枯手手掌用力揉搓着少女的发丝喝道 世间哪有道理可讲 我是裁决大神官 曾做墨玉神座 我是魔宗的大忌者 可选魔宗宗主 我是佛宗的山门护法 可命万僧 我这一生何其的风光骄傲 翻手覆手间便有风雨大作 我欲成佛便成佛 我欲成佛便成佛 哪有道理可讲 你看 这污糟糟的世间 活着不知多少雍鹿如猪的蠢货 难道你不觉得呼吸的空气都那般的脏臭 顶着一个沉默不知多少年的贼天盖 难道你不觉得呼吸 极不畅快 人活天地间 理所当然 就要吃肉 吃猪 吃狗 吃鸡 吃天地 哪里有道理可讲 但这里 并不包括吃人 老僧 回复了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慈悲的气息重新回到身上 若有所思 缓声说道 不错 这个世界 总还是有些道理的 只不过 道理的高度不一样 在我看来 你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 便是自身对世界认识方法的集合 当年焚盈一夜苦雨 我便一直在苦苦寻求 认识真实世界的本源 改变自己存在于世间的方式 最终想要奢望改变这个世界 寻找到一个 已经不可能回来的世界 兰科斯悟道便难 西陵神殿长教探我 妙言如怜 请我替中原正道诸派 入魔宗为探 然而他却不知道 我其实从生下来的那天开始 便是魔道中人 老僧枯瘦的脸颊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裂开的嘴唇里没有牙齿 于是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 给人一种先天纯洁的感受 便是嘲笑也那般的天真 我只追求力量 寻找改变世界的方法 并不在乎魔道之分 也不在乎谁胜谁败 我之所以愿意来魔宗 是因为我想看看那卷失落的天书 然而名字卷并不在魔宗山门里 这些躲在山里的魔宗中人 像老鼠般藏在中原诸国 又像妇人般山风点火的长老们也令我厌恶 所以我再次离开 老僧脸上泛起一丝 极浓郁的嘲讽和厌恶的神色 就像是市井间看着别家卖醋 要兑两碗水的妇人 充斥着理所当然的骄傲和不屑 我去了南晋大河国 去了越伦 最终我往西而去 前往那个遥远的不可知之地 在那座玄空寺中 我终于听到了首座讲经 看到了那些清漫佛光 听到了光辉间那些震聋发聩的佛言 然而过了数年 我终于发现 玄空寺的大和尚也只是一些着物 所谓佛言一味的故弄玄虚 和宋国街上的那些算命先生 无甚分别 更令人验证的是佛宗的苦修己身 面对命轮转移 只会卑微等待 似这般如何能够抵达彼岸 老僧白眉飘起 然后落下 眼眸里尽是不满之色 就像是路上拦着宰相教之痛呼 国朝不宁应当如何振作的青年书生 很明显 他当年对佛宗不可知之地 玄空寺的观感 要比对魔宗山门的观感好上太多 却依然怒极了对方的不争 终于 我自荒原归来 正是应了掌教之邀 暗中加入西陵神殿 又有魔宗里的亲信相助 杀了两名愚蠢无比的长老 如此方才亮明身份 做到了裁决墨欲神座之上 宁缺和墨珊珊一直沉默聆听 直到此时终于忍不住了 问道 你既然是魔宗中人 为何要帮助西陵神殿 杀死自家长老 不如此 那座破冠 又怎么可能让我这个玄空寺的传人 去看他们当成鸭香宝贝的几卷破书 只是 那座破道观 吝惜到了极点 便是我替浩天道门做了这么多事 他只让我看了日字卷和沙字卷 老僧的神情冷漠说道 虽说 只看了两卷天书 但确实非凡之物 我本以为 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对的地方 可以有机会认识真正的世界 然而 没有想到 在桃山上待了些时日 才发现 西陵神殿 全部都是一群 且诺胆小的白痴 他忽然低头望去 只见夜红鱼的眼眸里已经被愤怒的火焰占据 心知是嘲讽西陵神殿让这少女感到愤怒 不由微嘲一笑说道 可怜的孩子 难道 难道这些话不对吗 世间亿万浩天教徒只知道神殿 不知知守观 桃山上那几座白殿里坐着的家伙 但凡有些勇气 有些骨气 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但他们是怎么做的 看似高高在上 结果却他妈的要被一个破罐 指手画脚 想着那座破道罐里那抹青色的衣媚 老僧的神情微微一宁 然后鸡翘地说道 都是一群狗 那座破罐又如何 究竟还不是浩天养的一条狗 都是狗 嚣张的大笑声 从缠着血的哭唇间蹦降出来 老僧两道白眉飞了起来 似在舞蹈一般 豪情纵横 便如一位直见行走乡野 四处寻找不平处的青年侠客 略带嘶哑却豪意十足的大笑声 回荡在幽静昏暗的房间内 宁却正正看着白骨山间 前腹后仰甚至随时可能摔倒的老僧 感受着笑声里清晰传达的狂放意味 不由暗想 此人当年有资格与小师叔以友相称 倒确实有几分道理 在世间行走了这么多年 寻找了这么多年 却依然是满地的走犬 万生如猪 思来想去 还是当年开创魔宗的那任光明大神观 有些意思 所以 我重新回到了魔宗 唉 然而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魔宗 依然还是当年那般的污糟模样 站着宗主之位的那个废物 愈发的老朽昏涌 竟因为舍不得自己的女儿 便想废了魔宗圣女的传承 其余人更是沉醉于杀戮的无聊快感之中 就像野兽一样 无趣 无聊 便在这时 我终于在山门里发现了一丝希望 是一个小男孩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复兴魔宗 改变整个世界的可能 然而 很可惜 重归山门 为了立威 我杀了他的父亲 所以他根本不相信我说的任何话 我从佛道圣地里带回那么多奇妙的功法 他偏生不肯学 却非要去学那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二十三年禅 老僧追忆往事 愤怒地喊了起来 唯一的希望 又破灭了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我要让这个世界毁灭 什么魔宗 佛门 道家 全部毁灭 让天地间重归宁静 然后从焦土中 生出新的牙 如此 方能成事 宁却看着近乎癫狂的老僧 忽然问道 你究竟 想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模样 还是说 你只是看不惯这个世界 就想它毁灭 老僧渐渐脸了怒容 重新回复平静说道 你 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 都还没有看到 有哪里有资格 和我讨论对世界的改造 你既然行变天下 追寻改变世界的方法 为什么始终没有去书院 我想当年的书院 应该不会比你曾经学习的这些地方 差劲才是 老僧沉默了很长时间后 说道 书院 已经有了一个叫 可好然的家伙 所以根本不是改变世界 你只是嫉妒我家小师叔 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想要战胜它 结果你始终做不到 直到最后 你陷入绝望 于是干脆想让整个世界 和你一起殉杂 老僧微微一正 然后像听见了 世间最好笑的事情一般 哈哈大笑起来 空着的那只手 不停地揉着 甘别的腹部说道 我 会嫉妒一个疯子 你 本来就是一个疯子 宁缺没有笑 平静地看着他说道 你说的对 确实还是有些忌妒 似我这等佛法无碍 道魔兼修 去玄空寺能成大德 在陶山能为神作 更是魔宗权柄最重的大忌者 实在是没有太多谦虚的资格 我总以为自己是千年一线的绝世人物 然而谁能想到 竟遇着一个比我更不可思议的家伙 老僧感慨 老僧感慨说道 我曾学悬空寺莲花印 妙境自悟 仿佛天生 我曾学桃山繁龙镇 挥手散指 便困世间一切 魔宗七门二十八流派 所有功法 我无一不经 甚至连早已断了传承的滔铁大法 也被我重新悟出 我更曾观两卷天书 物浩天神异 若非不想当狗 随时能够天起 你说 我这样的人 可是修行天才 每听一句 宁缺的心便颤动一下 细想自己此生 竟未见过如此强悍的修行者 便是颜色大师和二师兄 似乎也远远不如 死这样的人物 不是修行天才 谁还能使 宁缺真诚地说道 嗯 真正是万法皆通 你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呵呵呵 那你知道 可好人 会多少功法 宁缺沉默 老僧缓缓摇头说道 他 只会一种 一种 对 可好人 只会使剑 从最开始 孩子打架般的木片剑 到最后一剑 破云洞天的剑 都是他的 浩然剑 宁缺望向房间四周 墙壁上斑驳的剑痕 不解地想道 若小师叔只会浩然剑 又怎么能布下 如此强大的繁龙阵 把连生这种人物 困死数十年 老僧仿佛觉察到 他和墨山山心中的疑惑 微笑说道 你说我 你说我是真正的万法接通 那我告诉你 柯浩然 他是真正的 一法通 万法通 他此生只会使剑 却能将剑意化成世间所有道法 这房间里的繁龙 便是如此 一剑幻化成世间万千道法 宁缺震惊无语 心想这等境界自己要修到多少年才能触碰到 老僧微笑说道 遇着这样的人 其实真的很无奈呀 柯浩然 生得不如我好看 骑得那头蠢驴 那几我的坐骑神俊 他的脚好出汗 所以脱了鞋便臭 却偏生喜欢坐着便去抠脚 他的脾气也不好 就是为了一碗红烧肉 甚至和夫子对骂了整整三天三夜 就这样一个人 却偏偏世人只看他 与他并肩同游时 世人眼中只有他 无论我做出多少惊天的事 世人眼中还是只有他 老僧的笑容微色 抬起左手在胸前截了一个单莲花印 像宠妮孩子般轻轻抚摸着夜红鱼的头顶 继继续说道 我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 确实有极度他的原因 然而 根本还是因为 我想寻找到一条 通往彼岸的道路 而无论是任何事 他都一直拦在我身前 所以 我必须想到一个方法 让他去死 但你编织的这个阴谋 还是被他识破了 唉 当时 险些被魏光明看破刑藏 我只好避来魔宗 却不料 柯浩然看破烂科寺之事 也追了过来 我当时并不以为意 总想着 集全魔宗之力 总能把他杀死 甚至还有些 欣欣然与他的来到 准备迎接他的死亡 在那之前 我没有和柯浩然交过手 我知道他强 但我总以为 你就算是天下的第一强者 那又如何 然而我终究 我终究还是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强 因为他强 所以他胜 这种道理 我们魔宗中人都能接受 我输给他 也能接受 即便他一箭把我杀了 我也没有任何怨言 但他 不该不杀我 他不该不杀我 他不该不杀我 老僧枯瘦的脸颊忽然扭曲起来 幽深的眼眸里像鬼火一般喷射着 怨毒的意味 嘶哑的声音仿佛来自幽界的声音 凄厉的喊道 他毁了我的毕生修为 把我扔在这幽暗的房间里 用我最得意的繁荣 封住所有的天地元气 把我像一个妖怪一样 镇压在这终世不见晴天的地方 让我承受永世的孤独和绝望 有谁能够忍受数十年与世隔绝的孤独 你可知道天天看着店外透过来的光线 数着日子却永远数不到尽头的绝望 你可知道数十年只能看着这四面墙 是多么可怕的刑法 你可知道一个人待的时间长了 便是安静 都会变成最恐怖的折磨 老僧愿度地盯着宁缺的脸 仿佛看着当年那个人的脸 他的呼吸因为激动变得异常的急促 声音也愈发的凄厉和音测 假如他当时及此时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